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应该跟我一样产生些疑问 那周星哲老师的live功力到底如何呢 这么多的音色转换在现场的演唱中能做到几分呢 刚好周星哲老师的直播最近也蛮多的 并且直播也是一种非常可以直观体现歌手最平时演唱状态的一种方式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周星哲老师在直播中 是不是像他的CD中一样那么的好听温柔多变 好来来来首先是第一首 挚友 那这首挚友其实是周星哲写给Aline的一首味道非常浓郁的周世情歌 那么在我们VBS宇宙呢 另一位超级英雄Tobi老师也做过这首歌的解析 欢迎大家去捧场 好那书接正文我们来听听看吧 嗯 是弹场 他今天穿的少年刚好强 好像个小男孩 这摇嘴唇 像当清晨 却像路灯 若爱一个人 切记爱得太深 旧后穿的讯性地别当真 我总感情有时 忘了不可能 会唱的好感情啊 也委屈你 尝尽容忍 而我们之间 该用什么相称 难道非要 我爱其他的人 你在安心里的 写下了责任 好 这里我想停一下 我们来解析一下 那最开始他这段主歌呢 表现得非常的老练 那所有的尾音说得很干净 像是那句 我总感情有时 忘了不可能 他尾音说得很干净 并且呢 转音使用得也非常的克制 这样除了会显得更加真诚之外呢 同时也给我们时间去熟络我们的发声动作 Live 就是要这样 做有把握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当你身体适应的差不多之后 你要做什么 对 没错 开始要出彩了 像是他后面那句 你才心安理的 写下了责任 全是转音细节哦 全是 写下了责任 我觉得跟CD没有什么区别啊 甚至我觉得会比CD会更多一些什么 我觉得是生命力 那其实直播唱歌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做 先求稳 再出彩 那很多同学我觉得在唱歌的实话 就什么都不顾了 就在那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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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要出彩 然后动作就乱七八糟 然后唱的就就不是很好听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听 看一看周星哲老师会教我们写什么东西 我们不讨论的关心 很接近却不是爱情 拥有无数交集 要都记才可惜 无言的恨 沉默成恨 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 没人不羡慕的关心 没人是没几句的虚解 为什么太熟悉 反而变成距离 住不到的恋人 我甚至留夜想到色 好流畅 你明知道我 我会得了去放约我的 好这里我还想听一下 刚刚那边有一句非常心碎 那么挚友这首歌 其实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是两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有达以上但恋人未满 并且你非常渴望 跟对方成为恋人 但对方却不给你 那个层面的回应 他可能可以给予你那些 所有挚友上 可以提供的任何情感 但就是不在感情那一步 迈出去 所以你会怎么样 你会很心碎还不甘 那我们来看看周星哲老师 是怎么唱这句的吧 他唱的是 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 里面最清楚三个字 用七音带的非常的心碎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演唱的技术 跟演唱计划 完美结合的一种展现 它会迸发出非常澎湃的声音力 好那除了这句唱得非常心碎之外呢 还有一个小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周星哲老师在翻页唱歌词的时候 他有一个小习惯暴露出来了 就是那句 日日没结局的虚期 那句 纸字的纸 还没有唱出来 音高就先到了 唱得有点像日 那个其实是什么 就是顺序嘛 他在先做那个旋律的音高 再去咬字 那这样有什么用呢 其实他可以最大程度上 减少你口腔运动 对于唱歌时音准的影响 那么这样也非常有助于你live的表现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听吧 我这个眼神交流好棒 从从此摸不出 看穿歌词 是我的责任 然后给这个唱大就一起唱了 你唱 就 我们不说不得关心 还微妙却不是爱情 让学者就会写 使我不够真心 你再追问 我情愚悶 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 躺起围着 我爱情愚悶 有得如何 有的如何 我只不应该 爱你说怪 有得如何 我只不应该 爱你说怪 剛剛那一句 裡面那個開頭有個泡泡有沒有發現那個 如果你想要表現自己非常心碎的那種心情感情的話呢 就戴上他 戴上他就沒錯 然後接下來的那個 也很出彩 你會發現他在做的時候肩膀以下的發力完全沒有鬆掉 甚至在音色很氣音很弱的時候他就已經在注意那個微弱的阻抗了 就像是 這樣其實才可以保證你在做完健強之後還有餘力可以轉音 好我們接著往下看 我們不討論的關係 很接近卻不是愛情 好美 我這個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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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煙的很深 真不誠懇 它的真步很順 而接到那個懲懇兩個字的顆粒感很揪心 他其實做了個什麼 做一個拉伸的動作 先出來 然後再給空氣 就會形成那個 那還有他的尾音就是後面那句 他會帶一個下墜 其實就是一個在積極製造阻抗的標誌 好 那麼最後的最後那句 好 那他裡面有個也字呢 其實也做了一個從弱到強這樣一個變換 這也是賦予他靈魂的一個過程 那麼你要怎麼做到的呢 你需要從很弱的阻抗裡面 就開始辨認出那個也字的拉伸的力氣 像是 這個其實對於唱功的要求蠻苛刻的 我們也看得出來周星哲老師唱功真的是十分的在線 好的 整體來講相比於CD我更喜歡現場的這個版本 因為其實很像是在做一個音色的過山車 在上上下下的周星哲老師完成的都非常的好 那麼除此以外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注意一下周星哲老師在直播時 他眼神在跟觀眾互動那個頻率 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你只要再用眼神跟觀眾溝通的話 會對你的演唱有個很好的加分的效果 好 那剛剛聽完了周星哲老師在給阿琳寫的歌曲之後呢 你應該跟我一樣成為一個疑問 就是周星哲老師在直播演唱 自己寫給自己的歌曲時會是怎樣一種表現呢 那我們來看一看周星哲老師會持續給我們帶來怎樣的驚喜吧 景點老哥 你不屬於我 哦 這個收音好像朴素 就是普通的手機收音 別說永遠永遠會讓人感想念 很大眼 Ranfi de la R 就對了 不用怕 關情的 完畢 愛水點 紅了啊 思念的 就像捨得從來不捨得 愛不用選擇 更無需假設 我說深深愛我才會懂得 好 我們停一下 大便一樣 它所有的微音都在放飛 像是那句 別說永遠永遠會讓人更想念 就像再見總不會再見 氣很順 音轉得很順 它的即興能力真的是很強 還有它那一句 愛不用選擇 的愛字 還有一個小小的顆粒感顯得非常的性感 那其實很多人做這個 愛的時候會顯得很油膩 但是搭配上周星哲清新的嗓音 真的是非常的合適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聽吧 你不屬於我屬於我的脆弱 我們只剩今天怎麼奢求以後 如果你發現我沒蒼蒼的那些真正理由 我會練習有話直說 我會練習有話直說 你不屬於我屬於我的回舊 我真正的唯一消失在你身後 我唱到心看了 如果你發現我眼淚不停 要卻緊緊守候 我想我為你擦敗我離開的理由 我想聽一下實在是太舒服了聽起來 那相較於CD的完美呢 這個現場的版本真的是真實的很舒服 像是一個無屁無修的圖 但是你也不難看出這個模特本身身材非常的出眾 好 那這裡的副歌呢 相較於原版會多出一種易碎感 或者說是委屈感 那它源自於怎樣一個動作呢 就是我們在發聲的過程中 有一點點故意降低空氣流速 但又不放掉拉伸力氣的感覺 那麼做起來就會像是 你不屬於我屬於我的脆弱 還有後面的那一句 我們只剩今天怎麼奢求以後 它同時在尾音加了一個顫音 那個也是在增加那種不穩定以及易碎感 那還好呢 周星哲在有些地方也做出了一些即興的修改 體現了他非常強的即興能力 像是那句原本是 我是真的願意消失在你身後 他在live裡面唱的是什麼 唱的是 我是真的願意消失在你身後 那這裡呢秀的恰到好處 那同學們應該看得到 真正的歌手在直播時 他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還有最後的最後那句 我想我會坦白的惠字 其實也是屬於周星哲的老習慣啦 他會把那個惠字濁化掉輔音 那其實也是一種讓音高製造更連續的方式 也是一種特色 做起來就會像是 我想我會坦白我離開的理由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聽 我在修琴記 我會坦白我 我會坦白我 好久的 還不早 它是 錯 és 是 我會坦白再說 我會坦白 有 twi 哦 有滴 我會坦白 今天怎么奢求以后 我想会能当的 直播效果 真强烈 我会练习有话之说 你不属于我 属于我的围旧 我深深的雨消失在你身后 如果你发现我眼泪不停 都却紧紧守候 相信我有我的理由 但是还在情绪里 我觉得 不该让你一个人承受 如果没有我的时候 爱能坚强度过 我发誓对你永不离不期 不记忆不离陪你到爱情尽头 我想停一下 那最后的这句bridge呢 我觉得是真的是我心目中的满分 就是这句 我发誓对你永不离不期 不记忆不离陪你到爱情尽头 那他对于我们的阻抗要求非常的强 你需要在最开始弱的时候 就注意好那口气被什么力气挡住 对就是拉伸挡住 其实做完还是蛮难的 好我们把最后一段听完吧 你不属于我 声音变得好合音 我只真的愿意消失能的分手 如果你发现我 没有把我很相信的都忠忠 好听 好听 我会练习有话直说 你不属于我 属于我的归咎 我只想得愿意消失在你身后 好开心抽下班 如果你发现我眼泪不及 那我却静静静守好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对你坦白 我爱你的理由 好完美收官 好那这首歌呢相较于CD的版本 我觉得现场更具备一种真实性 他就像一个老朋友在你面前演唱你们都很熟悉的老歌 他没有很重的包袱 也没有很急于证明自己很会唱 他就是把它安静的唱给你听 同时呢周星灯的即兴能力很强 他会呈现出一些跟CD完全不一样的音高计划 同时唱唱也很高 他会在做到一些比较危险的音色时呢 赶紧转变自己的方法 让自己跑到一个略为安全的一个地方 让自己今天的身体的情况跟他的表现完美的匹配在一起 这样会让现场的演唱更具备完整性 好两首歌听下来呢 其实相较于CD 我更喜欢他现场演唱的版本 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很多东西 像是一些临时的反应啊 像是一些极星的创作啊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演唱时身体的状况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去让自己的身体匹配我们今天要演唱的内容 这也是一种唱伤的体现 那同学们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唱伤的话呢 一定要多听直播要多听现场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那下一次你还有哪一位想跟我一起听的歌手的话 不妨在下面留言 VBS远短道的称文件事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